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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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队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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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尽早进入市场 想战先机 回国不久 韩晓红便做出了一个 出乎家人和朋友预料的决定 放弃解放军总医院的工作 创办自己的体检中心 消息一传出 便遭到了家人的一致反对 然而 家人的反对并没有阻止他的决定 虽然他自己也不清楚 今后的生活将会怎样 应该说是在那个环境下 没有人会同意我这么做 就这两个条件 一个房子没有了 一个工资 一辈子的工资没有了 你应该能想象到 可能是除了我先生 没有说过多的话 几乎就没有人 都是甚至生死历劫的在反对 大家都觉得 我把一个好好的铁饭来 一个综身的职业给砸了 但是 我是一个很有自我 怎么说主见的人吧 我不会受别人的干扰的 我很多想法 不会受别人的干扰和左右的 我想做什么事情 基本上我想清楚了以后 我就会走下去 不顾家人的反对 倔强的韩晓红 还是扔掉了令人羡慕的金饭碗 艰难地创办起了一家 独立医院之外的 专业健康体检中心 舒适的环境 专业的人员 先进的设备 科学的流程 周到的服务 立即吸引了不少人的眼球 但是看的人多 来的人却很少 医院是没有这样的 专门的专业的 独立的专门为健康人来做的 这样的体检 没有的 我们是第一家在中国 专门取出一个区域 专门做这样一个机构 而且它是独立的 专门为健康人服务的 流水线型的这种男女分区的 那种理念在当时 确实是独一无安的 这个时候对我来讲 是没有客人的 在每天几个客人的情况下 只能满足我们中午的盒饭 我们每天开业就是赔 为了解决客源问题 韩晓红就带着员工 多换开发客户 可就在他们的工作稍有起色 体检中心步入正轨的时候 2003年春季 非典大规模爆发 一下子让韩晓红陷入绝境 我记着我们每天早晨 我都是从七八点开始 一直干到晚上下半夜 就天天在做这些 当时市场期缺的一些棕草药 口罩温度计 我们就从各个地方进货 然后再销出去 赚这种擦价 经过一年的打拼 韩晓红的体检中心 终于从非典的阴霾中走了出来 然而货不单行 2004年 一场无情的大火 将磁明健康体检中心第三分店 烧了个面目全力 而这一切就发生在第三分店开业的第二天 这把火 对于韩晓红的全新事业 是预示着走向毁灭 还是象征着越烧越旺 2004年 磁明健康体检中心第三分店开业 可谁又没有想到 开业的第二天 一场大火 就将上百万的仪器设备 瞬间化为乌游 我接到电话的时候 我不知道现场是谁 那就告我着火了 你过来看一下吧 但是当我到分前的时候 越走到的时候 我发现门口全是人 然后就火车一趟一趟的 都在门口停着 我觉得出事了 但是我总会想不到 能多大的事情 能着成什么样子 但是当韩晓红赶到现场时 眼前的一切让她惊呆了 可是一进去的时候 我确实被惊呆了 惊呆了 整个满地都是浇油 就是整个鞋 就是能陷到那个搅拌子呢 就烧的一夜以后 夹杂的这个东西 再夹杂的污浊的空气 满地都是 就像拍电影一样 我觉得跟电影 可能电影都没有这个感受 那么更加真实和贴切 就是被镇惊住了 火在现场惨不忍睹 但十多年的军旅生涯的锤炼 也让韩晓红清楚 只有沉着面对 才不会被眼前的困难压垮 冷静下来后 韩晓红没有急于追究火灾的责任 他知道当前最重要的是 稳定住员工的心 他也必须表现出一个领导者 应有的人格魅力 我就当时就在想 这个地方还是要还是不要 因为他还没有开始运营的 这是一场灾难 还是一场告诉我 永远发展下去的这个一个信号 那么我只能借着这样一种 大家都在说 越烧越旺 越烧越红果 但是谁说起来容易啊 我要烧到你的身上 我觉得谁也不会说越烧越旺 可是那个时候 只有靠这种话来危及 安慰自己 他应该说是一个 首先是一个很知性的一个女性 但是同样都是知性女性当中 她又有比其他人更突出的一面 就是她军人的这个背景 所以她作为一个军人出身的知识女性 在目标的选择上 在执行上 在意志上可能会更坚定一些 这也是这个企业当中 我们很多人都很崇拜她的一点 我宣布 获得第二届北京影响力十大人物奖的是 韩小红 挺过了天灾 战胜了人祸 韩小红带领着雌民 在灾难中成长壮大 时至今日 当年的小麻雀 已经成为腾飞的金凤凰 全国四十多家连锁分院的战略布局 确立了雌民在国内健康体检的市场地位 虽然健康体检和我国还不是很普及 但健康体检的观念 已经逐渐深入人心 新的健康理念正在高速传播 每年一次 每年就是在这个 春天的时候做一次体检 这里呢大部分都是健康人嘛 在体检 那相对环境 你会觉得卫生啊 条件各方面都很好 然后也不会说太多去排队 然后会比较系统的去检查 雌民有一个 对外 有个叫黄埔军校的这样一个美誉 所以很多 这个同行业者 都在学习着这种 健康体检 也在借鉴着我们的经验和做法 所以说我们在这方面 在学识上 在这个 他的企业管理上 对健康体检 对长远发展的思考上 他都是一直是很领先 很超前 坚强战胜了脆弱 坚持穿越了磨难 韩小红用心守望着这座健康长城 慢慢壮大起来 而此时 被查出患有前列腺癌晚期的父亲 已经走到了人生的尽头 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 韩小红担负起所有的责任 毅然前行 他一方面用自己的专业知识 细心照料身患癌症的父亲 一方面前行经营着瓷民 随着瓷民社会影响力的加大 瓷民体检不但扬名中国 也受到了国际健康体检机构的青睐 并受到了韩国一家健康体检机构 发来的邀请函 韩国邀请我去考察 其实我去韩国也是非常不想去 因为一个是事情很多 父亲又在 所以我非常非常不想去 但是韩国把机票房间都订好了 而且盛情邀请就只有去四天 去了以后学到了很多东西 也看到了国外很好的先进的管理手段 管理流程的这种手段和管理方法 看到了很多这样的一些具体问题 那么同时呢 我做了一个全面的检检 结束了傅韩访问 韩小红又立即回到每天照料父亲和经营企业的状态之中 她以为生活从此会平静下来 然而就在回国后的第四天 她突然接到了从韩国打来的电话 一个让人毛骨悚然的电话 回来以后他们就告诉我诊症出肥癌了 就是被证明住了 然后我就不相信 不相信就会这种事情怎么会发生在我的身上 心存一丝侥幸 韩小红迅速来到北京肿瘤医院 期待着从噩梦中醒来 然而情人之神并没有眷顾这个屡遭不幸的女人 检查结果浇灭了她最后的一丝希望 诊断完以后我准备住院前 我就拿起电话问了一个301的一个70多岁的一个专家 然后我就问她 我说在你行医过程当中 你是一个胃癌专家 你看到的硬介细胞癌活的时间最长的 它非常早 没什么症状 发现了 已经诊断了 我没说我自己 她就说也就两年了 每迈出一步都伴随着艰辛痛苦 面对不期而至的灭顶之灾 韩小红却显得异常平静 咬着牙穿越苦难而悲壮的生命历程 我当时想我自己应该是三年 我觉得我 首先我比较是一个比较乐观的人 另外我坚信我发现鲁原的早 那么我想这个癌症再恶劣 再恶毒 我们在临床上也看到各种生存期不同的人 所以我对我自己的判断 我说我一定能超过三年 那我当时就在想 我女儿肯定已经长大了 她已经可以自立了 一个上大学的孩子完全可以成长起来了 那么再就是这个 我爸爸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企业 这个企业我那个时候是用了 从02年到05年 三年多的时间发展到那样一个阶段 所以我想如果再有给我三年的时间 北京的市场会很稳定 上海的市场我帮的迅速砸开 如果培养出一支队伍来 那么我相信这个事业交给我的团队 或者交给我的家人 那我也可以很好的离去了 安排好工作以后 韩晓红平静地走向了手术台 这段时间 我虽然身体承受了最大的痛苦 因为做化疗 做手术 这些都是要 机体难以承受的一些 这个机体折磨吧 肉体折磨 但是这些折磨 反倒让我 因为关注度和关注点 全在父亲身上 全在我爸爸身上 所以反倒我觉得我没有痛苦 凤凰灭盘 寓意着重生与力量 韩晓红用坚毅的微笑 幻化成希望的火光 燃烧病魔 照亮黑暗 拖起新生的向往 站在生命的舞台上 韩晓红把爱与痛 成功与失败 梦想与追逐 化作一路的跋涉 让跋涉与希望 荡底阴霾 这几年 我从躺着指挥 到坐着指挥 到站着指挥 我其实自己的生活原则 和正常健康人 还是不一样的 到了第三年的一个年头上 我突然有一点点紧张 我觉得我活过来了 或者是说 我的生命的终极点也到了 那么现在快到第五个年头了 我不知道我到了第五个年头 会有什么样的感慨 但是我现在平时的话 我不会去想这些事情 我会像正常人一样 去生活 去工作 经过生与死的考验 韩小红对自己提出的 为人民健康服务的企业理念 又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 随着身体的逐渐恢复 韩小红谋划着 自己所中心的健康体检事业 她也开始了 从战略层面上去考虑问题 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 就是做健康体检 把健康体检做深 做广 做透 做成系统化 体系化 精确化 那么未来我们慢慢沿着这条线 把这些人分类 进行各种干预和健康管理 那么让这些人早一点 发现自己的疾病 早一点 在早期进行调理和治疗 进入良好的状态 这就是我们希望 能够不断地坚持 做进去的事情 我觉得车到山前必有路 哪怕没有路了 我可能也会砸开一条路 韩小红既是健康体检的推广者 也是健康体检的受益者 一路走来 韩小红拨洒着 为人民健康服务的瓷鸣精神 她像风中怒放的玫瑰 活力四射 坚毅芳飞 而健康体检如同射进 她生命隧道的阳光 为她未知的生命旅程 指明了方向 岁月留给她的酸甜苦辣 一路的花谢花开 泪水欢颜 都在她坚毅果敢的跋涉中 激活和唤醒 化作了一段坚强的故事 见证着她美丽的冷暖人生 好 感谢您收看这期的和平年代 再见 谁导演的俄阁之战 为何这场战争快如闪电 为什么说指挥联合作战很难 联合作战有哪些关键要点 周末开讲隆重推出 联合作战知识讲谈 国防大学郭武军教授开讲 联合作战中的导演 感谢您的 digits 乖开 好 好